各位朋友,现在我的人是在这个曼谷车展 在这个小鹏的这个展区 因为呢,最近呢,Bramas Auto 宣布他们会成为马来西亚小鹏的这个代理商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小鹏 G6 因为这款车是大概率会引进马来西亚的新车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点的地方呢? 今天的影片就会跟大家讲到啦 所以大家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对小鹏这个车子的外观设计呢,我自己个人是没有什么评价啦 我就觉得它的外观设计,呃,好不好看一回事 但是呢,它的这个辨识度是高的 它整体是一个比较圆润的设计风格 然后它连这个头灯组都有点连贯式的感觉 其实这个不是头灯组啦,这个是一个日间行车灯 然后直接连接到那边去,中间是这个小鹏的logo 因为它的这个创办人叫小鹏,所以这个车子的品牌也叫小鹏啦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这个分离式的头灯组设计 这边才是它真正的头灯组,就是远近光灯都在这边 然后前面有这个360镜头还有这个parking sensor 然后很特别的地方是在它这边 它这边其实也是有镜头,看到,这边有一个镜头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镜头 其实这种新势力的车子呢,它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智能驾驶跟其他的高格级功能 这些传感器跟镜头就是帮助这个车子去进行一些parking啊 先进安全驾驶的整车 所以它们这些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部分就是讲 如果今天你真的不小心 accident 的话 你装下去可能你的replace cost 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在轮圈的部分哦,它们真的很舍得 它们直接给你这个米其林 Pilot Sport 的 EV 版本 这个轮胎应该不便宜 而且它的尺寸是 225 45 R20 不过我必须讲啦 我觉得这一个rim 的 design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如果是你的话,这辆车的外观设计你会喜欢吗? 因为这边排出了三辆车,我这边是白色 那边那辆是灰色 然后这边还有一辆橙色 我觉得这个橙色的外观设计基本上还是蛮吸引人的 OK,那么我们基本上来看看它的这个车尾的设计啦 OK,在这个车尾设计呢,它其实是采用一种类似 Coupe SUV 的设计风格 这样子看我会觉得有点像 Tesla 的 Model Y 然后同样呢,它的围灯组也是有一个这个连贯围灯的设计 就是这样子的 design啦 中间同样也是一个 Camera 下面 再加上很多很多的传感器 组成这辆车的这个先进安全配备 然后打开围箱的话 看看它的围箱空间 它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 它并没有因为它是一辆Coupe SUV 的设计 所以它牺牲掉那一个它的围箱的空间 这个围箱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啊,够大 以这辆车来讲,这个围箱真的可以给一个赞 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置物隔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电动 SUV 的关系 所以它是并没有配备SPEC打压啦 因为它主要的空间都是被这个电池组也占掉 那么这台车如果是讲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你喜不喜欢喜欢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给我知道啦 那么这边就是这个小棚的这个充电口 你按下去它会自动打开 那这个充电口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充电口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啦 然后目前呢这辆车在泰国是有两个动力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这个Standard Range Railview Drive 它的最大买力表现是296PS 风机流量 440Nm 配备的是66kWh 的电池 那么还有一个Long Range Railview Drive 那个是296HP 440Nm 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电池组变成了87.5kWh 所以它的续航表现应该不错的 那么在动力表现的部分 这两个版本它0-100加速分别是6.6秒跟5.9秒 然后有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这款车呢 它是配备了这个零酸铁力的电池 它们支援最大280kWh 的 DC 发挤物 这个充电速度确实是快啦 然后呢它的在Suspension的部分呢 前面是Double Wishpoint 后面是Fight Link的Multi Link 所以在舒适度上面是肯定不需要担心的操控表现 我们就要等待这辆车的试驾才会知道啦 OK 这个就是小鹏 G6 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的质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 它这边就是软质的塑胶哦 然后皮革加这一个 有点类似像是牛仔布的皮革打造而成的内装设计 层质感很强烈 然后质感是真的好 这种中国新势力他们就是很喜欢在这种内装的质感上面下功夫 所以看起来真的很有豪华品牌的feel 然后它的整个内装设计呢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简洁 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实体按键的 这边就是这个手机的无线中电器座 然后这一个直北架 然后中央扶手 然后除此之外它真的是没有button的 除了方向板上面也还有一点点button之外 什么都没有 它所有的控制都是通过这个触屏主机来进行的 然后这个数位化仪表也很小 这种车子呢看起来就是很有所谓的科技感啊 不过实用性的部分 有时候在忙操作的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实体按键比较好啦 然后它的这个音响设置很特别一下 它这边有 然后它在这边上面也是有这个扬声器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相信它的音响效果应该不错 然后还配备一个超大的全景天窗 所以晚上的这个视觉效果应该也会不错 另外呢这种中国新势力呢除了主打性能以外呢 它们在一些科技配备上面呢 或者是安全配备部分它们也是比较的用心 例如这样你可以看到吗 这边就有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就是在可以在侦测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老累它会侦测你的一些动作 然后提醒你OK你千万不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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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呢对于驾驶是有帮助的 然后除此之外这辆车其实你看呢 它打开车门是这样子有一个button 按下还会打开了 然后它是一个无穿框的设计 所以它就是私下很流行的轿跑SUV的 那么在这个座椅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我觉得坐里坐下去还不错 然后你看我的身高是181 我坐在前面的话基本上这个后组 这个整个椅子的支撑都不错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好兵一下的 不过因为它现在只是宣布会进军东南亚市场 它还没有右驾车型 所以现在的Display车呢全部都是座驾啦 这个是小鹏G6的第二排座椅的设计 空间是真的超大 而且我很蛮surprise的是它并没有因为讲它是这个Cubex SUV的Design 所以它的这个后座头部的压迫感很明显 没有啊我的身高是181 我坐在后面因为有这个天窗的关系 大家看一下啊我的这个头部空间超过一个拳头 压迫感没有这个我还蛮surprise一下的 这个表现不错 那么剩下的部分呢这个质感同应的也是很好啊 这个布真的摸下去 你看这个感觉非常的柔软 然后后面这边也是有这个speaker 然后基本上你摸得到的地方它都是这种高质感的材质 所以它还真的是蛮偏得到人的 另外东南亚市场很在意的后座冷气出风它也是有配备的 就在这边可是又不是独立调整的 它就是从前面的blower打来后面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风量上面跟很多车一样会受到一点限制啦 不过不用紧 它们有这个心思呢我就觉得很值得称赞了 然后同样也因为是电动车的关系 这个几乎是全屏 所以后面坐三个人应该问题不大 这边也有一个中央扶手啦 OK啦以上就是简单看这个小鹏G6的影片 那么你觉得Permas Auto引进这个小鹏汽车你会不会有兴趣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另外呢小鹏的车款里面你最期待哪一款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简短的影片 那么以后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详尽的影片给大家看啦 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